来这边的话 T1对正价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是要三跑发财哥的邦邦 才能够把比赛拖入到第三局 有点难的 军工厂的邦邦 而且这道正如你说针对邦邦 也不是特别针对 其实他们这边掏个 掏个冒引家 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不掏个冒引家 你要想发财哥这张地图 爱哭鬼被搬掉 他打什么 不过他发财哥可以打鱼女 汤邦邦邦可能会怕被鱼女针对 因为他有邦邦 他有红夫人 其实贸易家我觉得拿出来都不错的 这个局需要前期遛的很好才行 我们来看看吧 我觉得这把可能2比0结束了 因为这个 看一下吧 这里上来 第一个点 淘行 调酒师 调酒 淘行是心理 不好意思 一刀抽刀 没抽中 板子下掉砸个头 心理的话 三刀 核心好像还是看操作呀 因为这把有个什么点呢 这把的话呢 前锋可以第一波撞救 第二波砸几套 磨命 如果说牵制的话呢 要牵制大概 一分四十秒 差不多一百秒的样子 我觉得就有机会了 差不多一百秒 然后呢 还有一个点 就是不过 邦邦其实留 硬机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有炸弹来补伤害 那好像没有这个点 就是本来的话 如果留个硬机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 单刀性剑官就打 心理局 上来留了一丝硬机 那真的是要出大事情的 淘行这边走位 躲炸弹 好 第一刀打中 邦邦 现在 这个闪现是不足以支撑 他击倒心理的 还需要两炸 我觉得应该需要两炸 过去找这边的 调酒 有喝酒的可能性吗 应该没有 这个调酒师 不太可能过来 冒这个风险 给一口酒的 因为邦邦在追击的过程当中 这边调酒师给酒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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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意义啊 那就看第二炸怎么炸上 或者他这边 自信一点呢 直接闪现一刀 前锋来了 哎 这 没关系 前锋来这波 亏不亏不亏的 因为有调酒师 喝口酒 不亏 兄弟们真不亏 你不要觉得前锋 这波好像傻傻的过来 从你以前滑过 吃了一刀 这一刀真不亏 因为这一刀 如果说 不是这一刀 前锋再来 那现在亏了 现在亏了 人倒了 密码机还被压了 然后呢 他们这边撞救 就还救不了了 这下有点尴尬了 前锋刚才这波呢 如果撞晕了 能拉开 心里走了 前锋回血 回上了 那就局势完全不一样了 我给你们讲 为什么刚才那波不亏啊 卡半救下来 现在的话密码机不够 因为当时前锋那波 他喝完酒以后 前锋是不是个满血 前锋是个满血 他是不是可以撞救 他不影响的 你这边抓心理呢 你就抓心理 抓完心理以后 前锋继续来救人一样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这边前锋 他要再保一波 自己状态没补起来 然后呢 这边一刀倒地 人没撞下来 人没撞中 这个 那三人三跑 我觉得机会也不大呀 这个只能说就是 没能操作起来 但他的一个选择 他的一个抉择 我觉得是对的 而且真的不亏 当时那波 你自己想想看 亏不亏嘛 就你帮帮这边 不抓这个前锋 这前锋没倒 你再继续追这个心理 是不是延缓了帮帮 第一波击倒挂人的时间呢 对吧 现在最后台机子 发财哥如果打的 那个球稳一点的话呢 这边就是追心理学家 是最稳的 留个闪现追心理学家 是最稳的 这边的话过来找李宝 李宝这边有球 一炸加一刀倒地 外面密码机兴起 这里我觉得 这个追杂技 会不会有一点点影响 或者风险呢 毕竟杂技 它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啊 不太好说 这里的话 抓条酒师 其实看到两个人 看到那边马鸡抖动呢 要我 我就脸皮厚一点 走过去抓这个 抓这个心理学家了 对吧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调酒师 杂技 都有可能操作起来 但心理学家没机会吧 这边抓调酒 调酒倒地 密码机没好 杂技这边的话 应该是一颗球 跳过来直接救 但它没有火球了 看看能不能叙出 一颗火球啊 机子压好 开门站 手里有闪现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这边一刀密打机 点亮 追调酒 怎么可能追杂技吧 这个时候 调酒师翻 走 发财哥这边回头 大哥你别回头啊 你这回头 我有点慌啊 你这回头 回头又是李宝的杂技 李宝的杂技 这边还有地窖 看到地窖 我觉得发财哥可能要传了 球人这边的话 其实要防一手 发财哥的传送 我觉得 诶 好吧 这闪现交的漂亮 这个解说在说什么东西 这个解说真惨 杂技6的再好 我有闪现 武功再高 也怕闪现 对不对 还传送 能不能不能不要去预判 这些顶级图黄的操作 能不能不要去 对吧 分析他们的想法 自己几斤几两 不知道吗 都可以让我来说 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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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我先去看 感谢观看